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部美食 棒 支持南方菜 支持我们北方队 虽然说南田北学东辣喜欢 还得说我中部称王 今天出场的是南部队 我爱南方菜 杨硕啤酒鱼成本并不高 算起来也就不过就29年 对 却有着奇特的制作方法 鱼鱼有什么用呢 如何使鱼鳞又香又脆 如何保持鱼鳞的完整 啤酒的妙用又是什么 美食建定团又会给出怎样的评价 制作这道阳朔啤酒鱼 我们要用到鲤鱼一条 啤酒一瓶 番茄 胡椒粉 番茄酱 白醋 以及调味料 朱哥师傅 您帮您的 我帮您个忙 我看出您的鱼现在还没弄完 我会去帮您的忙 弄鱼鳞 这个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道菜的特色就是把鱼鳞留住 因为我们这里有个说法 宁舍六加千也不丢鱼鳞 为何呀 为何不丢鱼鳞 鱼鳞有什么用啊 因为这个鱼鳞含盖量比较高 吃起来它比较香脆 鱼又嫩 哎呦 你想说的 能够保证香脆 而且肉还嫩 这个看您的绝活 看您功夫了 那好 如何保持鱼鳞的完整 如何使鱼鳞又香又脆 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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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可以了 好好 可以可以 这道菜主要的特色就是油不能太大 不能太多 就是少用油 是 在做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油温 把它烧到六成以上这个油温温度啊 就烧成了六成 这样呢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 加一点姜把它 加点姜 在这个姜放进来以后把它爆出一点姜的那个香味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去鱼腥味 鱼放 鱼进锅的时候一定要这个鱼鳞朝锅底 停着这个锅底下 大家记住的关键词一定要鱼鳞朝着锅底下 那为何鱼鳞一定要朝着锅底下呢 如果你把鱼放在这边的话 它就那个鱼脂它就会容易掉 它就会煮烂 就会烂了 对对对 做这道菜的话呢 如果油温不够的话呢 这个鱼 这个鱼鳞它就很容易掉 这个最注意 最要注意了 也就鲸个五分钟左右吧 五分钟左右 鱼鳞成金黄色吧 鱼鳞成金黄色 鱼鳞成金黄色 鱼就是基本煎熟了 锅的时候 锅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撒一点这个盐 你撒盐的时候 要撒一点给它入味 入味 现在就加醋了 现在加的是白醋 对 去掉这个 解掉这个离心味 离心器 是吧 这个盐到这个程度以后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鱼鳞 看到上面这个肉质有点变色了 就看一下这个鱼鳞 你看 干好 真漂亮 干好 就金黄色了 金黄色 对 现在我们就可以加入调料了 加入调料 加入这个配料 这个配料把它加进来 现在加 可以 这可以 我们就可以把啤酒加入 这时候加入啤酒 这时候加入啤酒 对 加入啤酒 我们家做鱼的时候 通常都是加点料酒啊 或者是加点白酒啊 您怎么加上啤酒呢 这一道做啤酒鱼是不放水的 所谓做啤酒鱼 加白酒的话做出来它没有 这个放啤酒的 这个这么适应来 哦 这个啤酒鱼它用啤酒的这个味道 就要比其他的酒 比如料酒啊 对 白酒要鲜嫩一些 对对对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调料了 调味料了饭 加点番茄 啊 番茄 番茄酱 生抽 生抽 对 要好一点点 蚝油 啊 一下一下 一下一下 一下一点点啊 对 把蒜 好 蒜 好 蒜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鱼翻过来 把鱼 这回要鱼翻身了 对 要把这个鱼翻身过来煮 加好调味料之后 我们将鱼翻身保持大火 继续炖制十分钟 直至汤汁变浓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一点这个味精了 然后再加入一点这个老抽 老抽 对 这时候 在味精里面 加点老抽 对 加点老抽 然后再下锅 对 下锅 主要是 上色 提味 上色 调味了 好 那现在就准备出锅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还等什么呀 还有一种调味料没下来 还有一种调味料 这是什么调味料 这是胡椒粉 哦 加胡椒粉的目的是什么呀 增加它这个香味吧 增加它的香味 给那个泥芯片 也是 也同样能够起到去掉鱼的泥芯 对 那这就可以出锅了 是啊 然后撒上葱花 这时候加上葱花 对 看上去就那么好看 好了 这可以出锅了 这时候出锅了 对 那我就关火了 制作这道美味的羊朔啤酒鱼 我们用到的主料 鲤鱼的实价是10元左右一斤 辅料及调味料的综合成本 不会超过三块钱 你只需要花上20块钱 就可以在家里享受这道美味了 好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诸葛师傅带给大家的羊朔啤酒鱼 就已经出锅了 大家看到 多么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大餐 立刻勾取了我们的胃口 那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天津饮食的美食禁定团 我们大师们来品尝一下 把他们的高鲜鱼来啦 既不加料酒又不加白酒 加的是啤酒 这个觉得挺新鲜的 刚才品尝了我们诸葛师傅的这个啤酒鱼 我觉得把鱼的风味特色全面的展现了出来 我感觉这款菜是很成功的 用的油比较少 这是我们非常欣赏的地方 另外呢临不去的话呢 这里头的钙质呢也就可以被我们吸收的 所以我很欣赏这道菜 美食鉴定团的三位嘉宾 给了这道羊朔啤酒鱼很高的评价 那么这道菜最终会获得几个大拇指呢 哇 二三三八个大拇指 在这儿向您表示祝贺 谢谢 满分才九个大拇指 您想拿八个 这说明对这道菜的认可 同时您看全国那么多的美食家都期待着有机会 共同到我们美丽的黎江 来品尝这个杨朔啤酒鱼 同时呢 在这里也告诉大家 今天呢 节目马上要结束 不过明天节目将更加精彩 嘴里吃的是肉味 吃些些啊 却是蘑菇 哎 不由你不信 不信 看我们明天的天天野剧节目 北方代表队的赵宝乐 带来一位侯心静大师 他教我们一个小妙招 花钱不多 其需十元人民币 却能够品尝到五星级大饭店的招牌菜 哎 怎么样 咱们说好了 明天节目一定给看呢